111年4月26日上午8時50分 三民第二分局交通分隊援警接候線上警网通報 建國高架橋往九路一路方向有交通事故 正信男子駕駛自小客車 沿建國高架橋南向北右側車道行駛 建一部自小客車 由左側車道向右變換車道 正然未閃避該車變換車道之車輛而向右閃 右後車身與右後方同為右側車道之 行駛之重機車 左側車身發生碰撞 雙方經九側扶酒駕情形 機車騎士頭部受傷 由119送長庚醫院救治 該部被亂車道自小客車 雖未碰撞 但造勢後離開現場 目前已掌握駕駛三分 憲政連續道案釐清中 詳細造勢原因將由交通大隊 進一部分析研判 警方呼籲用路人 巡經橋樑路口轉彎處 應提高警覺 行車務必保持安全鑑隔 並遵守交通規則 以為行車安全 市場安全鑑隔 則勤回行車